我听说会说话的鹦鹉其实价格是很高的 你能不能透露一点行情和信息 我不知道我们买不买得起 像这样的严格来讲 鹦鹉是不能卖的 它是国家二级饱和鸟类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就只有看我玩了吧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像您这样 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妙趣横生啊 无论是果汁还是小灰灰 都是那么的机灵乖巧和可爱 动物一直都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 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带来了温暖 也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正因为如此 很多人都选择养宠物 但是在你领养宠物之前 一定要做好准备 因为再可爱的动物 也会调皮 也会生病 也会老去 也会给你增加一些负担 带来一些麻烦 所以在感受宠物带来的温暖的时候 请你一定也要给宠物一份耐心 一份爱 不离不弃的陪伴 才是真正的爱 感谢收看今天的有情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